哇啦大家好 你们太过分了 昨天我说如果我没有达到4000个粉丝的话 我不吃饭 所以昨天我真的在等等等等等 等了很多个小时还是没有的吃 今天还是在3980 希望做完这个视频给你们介绍一些美食 你们可以帮我找几个人订阅我的食物吧 今天很特别 因为我特别订了很多很多东西吃 好了 这个饭不是我吃的 我订给一个朋友吃 就是这个摄影师 然后其他的都是我分两餐吃吧 一次过定两餐的分量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送货 那个什么 外卖的那个费会比较便宜一点 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新加坡美食 马来西亚的朋友大家好 谢谢你们看我的视频 好啦 这些食物这个 这间店很正宗 就是很难找到越南 在这边呢 又正宗的新加坡马来西亚食物 所以我吃过一次我觉得很棒 这次再来支持 虽然有点贵 但昨天那个DYDX给我制裁后 没有问题丢钱 这个叫椎贵 是一种果 然后上面是放那个菜脯 菜脯跟那个辣椒酱 所以挺好吃的 有点怎么讲 像那个猪肠粉类似的 香港肠粉 这第一个 这个是也是一种肠粉 这个是芝麻配那个炸葱的 然后应该是还有一个酱的 这个是真正的猪肠粉 金雄凡 他们叫金雄凡 真的很棒 然后这个是马来的一种糕点 是椰浆配那个糯米做成的 然后我不懂它的真正名叫什么 可能叫不懂了 马里吉他还是什么 不知道 反正这个挺好吃的 新加坡马来西亚人 我们很喜欢吃这个 咖喱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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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开给你们看里面是什么 咖喱饺 咖喱饺 马铃薯 对 马铃薯加鸡肉加咖喱粉 我好想念 新加坡有一个叫欧姜鸡的 我超喜欢的 OK 然后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 新加坡美食 你们听到新加坡美食 第一个想到什么 茶粿条 炒果条 有那个虾 鱼饼啊 那个汗啊 餐餐 所以这个一定要配这个辣椒 超级的棒 然后这个叫椰浆饭 我不懂中国有没有 这个叫 这边叫 就是椰浆饭 然后一般我们吃这个 不是吃这个 鱼鱼鱼的 我们会吃那个 鱼鱼鱼的那个 鱼鱼鱼鱼鱼 这边的 只有这样 这个辣椒 配这个饭 再配这个 鱼鱼鱼鱼鱼 这个我们叫什么 炸什么鱼啊 不知道 然后这个 花生 哇 沉在一起 超级的棒 只剩想念那个鱼鱼鱼这里没有 这当然我还没有吃过 好啦 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 不是简单 不简单的一个早餐 然后有一点饿了 我不等你们了 我要先吃一个 咖喱剥了 哎呀 嗯 感觉就来了 拜拜 饿了